哈啰,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9月27日 欢迎大家收听今晚的《外回分析》 有Carson在这里,也有我们今晚的嘉宾 王冠一教授,阿信你好! 大家好,昨天James 本来他做节目,突然间接到 老板要去哪里,回大陆好点 要公幹 马上要回到外回,不知道什么 这么紧要,是不是说那些 是不是说那些内房债呢? 不知道了 内房好像很多只都停牌了 很多只都服了牌 很多只服了牌,早晚都停了 讲内房,但也想先跟阿sir 我们不知道有没有网友可以报气 我记得星期一做节目的时候 有朋友在这里问阿sir,会不会有生日礼物给他 跟着阿sir,最后都给了生日礼物 就叫大家可以留意那个油 那个油很厉害 不是留意,是买的 我说得不要这么确定 我说,送个生日礼物给你,89元就买油了 厉害了,现在去到92.7元了 对了,3天而已,撕3元了 不要要零筹 那7毛钱都不要 3元很多来的 3.5元了,一张汁 3.5元了,大哥 那我送了整 你一张小油,不要说大油 是不是?我都送了一万多元给你 挺好的 我问你,不好意思,我都想问你长连一点 以现在的态势来说 其实100元这个目标 其实是不是也有机会到呢?油价 当然有机会到啦 你想想这么久 我都没有改变我的主意的 是吗? 嗯 我只有有一段时间里面 他想70元按下去,70元按下去 70元按下去,70元按下去 那我说,这个油呢 那些美国佬一定要补仓 他一定能上70元按下去的啦 不过长远,你60多元都是要买的啦 是不是? 那跟着,跟着这一段时间 我都觉得油很厉害,油很厉害 连生日礼物都送油了 还有什么呢?还不是自己油啊? 啊?生日礼物我也送油啦 有一个转成会员,他听到我送生日礼物 给别人,他自己油冲进来 我都生日了,他又买油啦 他应该报喜啦,这个转成会员 是啦 是吧?大佬,这个转成会员很厉害的嘛 他什么都炒的嘛 除了送之外,他什么都炒的嘛 但是我想问,什么因素 令到人家这么厉害呢? 当然我们永远都是看公求的啦 现在人家就继续减产 沙特俄罗斯还要额外减产 到已经说要去到年底 然后接着又有冬天因素 可能需求又大了 还有我看到呢 我不知道关不关事 就是你刚刚看到那些库存呢 就是这个 厄克拉河马州的库存呢 其实是不断地下跌 另外呢就是我们那时候经常都说 喂,美国可以现在丢队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嘛 喂,但是说实际,他去年释放了很多 都未能保护 其实他都好像没有再释放 其实现在油价是充满了上升的理由 当然了,第一,我都说油很政治,我们先不要理另一些原因 其实你们一直跟着我,你们只要说出原因了 第一,政治的意思就是,你想禁我油来,我就减产了,对吧? 这个第一,第二呢,我就拼你什么呢? 我拼你这些叶岩油呢 在拜登的减持,不是加持之下呢 你就不敢去拼那个叶岩油 就算你够敢去拼叶岩油 那些息上到来,五里多 如果你真的借钱去拼叶岩油 跟着那些叶岩油又含了在那里,晒太阳晒那么久 你去拼叶,你敢不敢去拼叶呢?我不知道了 所以我想是有保留的 政府不肯去放那些人去开采这个叶岩油 投资者觉得成本高,未必肯去 未必肯去投资这个开采叶岩油 沙特和俄罗斯看着你美国来打 你美国的那个库存 经过释放,为了在9%的CPI 想按低油价,而三度释放那个战略石油 对啊,按了下来,那按了下来就行了 我就继续上去了,你再释放你就死了 因为你那个库存,你应该去吧 1986年代是什么叫低位?你这个库存 你已经没得再释放了 美国没得再释放的战略石油 投资者不肯投资 决策者不肯,决策者不肯 就是决策者呢,还是死在我一旁 不肯放手给你们去,你现在就算你肯放手给我投资 我都不肯放手,我都不肯放手 我都不肯放手,这些息这么贵 还有一件事要告诉大家 如果那个通胀是这样升的时候 那个油是这样升的呢 通胀是这样升的,那个息口就更加难下来 那更加难下来,那些人就更加难去投资 那所以呢,油我都说很political 现在是炒到呢,因为呢,WTI的旗油是很炒的 全世界都炒WTI,所以你看到呢 那个WTI是逼近了Brands的,是不是? 刚才你也跟我说了,Brands和WTI通常呢 就是布兰特和这个... 柳友 是啊,那些柳友也好,这个West Texas 就是德萨斯州那些人 West Texas,就是WTI和这个Brands呢 它通常是欠4-5元左右 现在它是逼近,逼近的意思就是说给你听 喂,我告诉你呢,我就要推它上去 你就要沽了,早两天还是昨天还是什么 有一招是很...就是很阴毒的 就是插一插下去,插下去88.2,88.3那些位置的 那一刻呢,如果你在周历点买呢 你就被它斩了了,但是你... 如果你是用周历点来买 那你被它斩了也没办法啦 但是问题是你的方向错嘛 你的方向没错不是错,你的方向没错嘛 那你应该89.4买 88.4亿都要买,是不是? 因为我既然送给别人做... 做生日礼物的 难道我送火水吗?当然送石油啦,是不是? 嗯 送火水没用啦 你看现在92个多 有些事情呢,它是要玩死你 问题就是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念 是不是?所以我说你玩小一点,没所谓 就算我周历点买89.4买 那天就是89元,就是89元 那你89元我都说81元stop stop都没办法啦 这个生日蛋糕我没办法送给你啦 但是它stop你不到 最低88.2.5还是什么? 当88.2先啦 最低88.5它stop你不到的时候 你一元就赚了 我说,你输一元就赚了两元 上班91,那就上班91了 赚了三元,92个半了,三个半了 有时有些事情呢 要听清楚 要有信念 知道方向在哪里 做得小,不要做大 做大你已经被它剁掉了 那做得小,有得跟它守 入个位要漂亮,89元 那天个个都入了,个都中了 每个都听到我送这个生日蛋糕 给那个网友 Happy Birthday 每个都以为自己生日的 那为什么天天生日,生日到星期三 现在还在生日的 现在天天生日,每个生日 每个星期有钱派,每个星期有粮出 不知道多爽,这个网台 我真的很少听到这个网台有人输钱的 外面每个都面青青 我都不认为面青青 有什么很面青的 你不炒,你不炒其子就炒 不炒其子,不炒其子就炒其子 什么所谓,炒天然气都可以 我说两个六三元 如果两个六,两个七的买 两个九毛几,给它就又赚 是不是很爽 这个台是很爽的 是的,我们看到油价 今天来说真的非常之飙青 但是,如阿sir所说 我们说的WTI 和Branded 两者今天的幅度收窄都很明显 我们看到Branded大概接近94元 Branded暂时是92.6元 两者是现在两元都没有 所以,这个是很窄 这个就是油价 我想,从阿sir的角度来说 也仍然会继续有上升空间 但是,今天仍然是外汇 也想和阿sir谈谈外汇市场的情况 比金相当之强 已经去到16.6元 强的原因是否因为 其他的货币不行呢 还是有其他因素 资金真的要留入美金避险呢 其实,没有什么险好备的了 虽然,这个局势都是比较紧张 但是,你看到 什么局势 你说,整个欧洲 战争状牌的局势 OK 你看到那个局势 那个局势好像是缓和一些 其实不是的 其实是在克里曼牙那里打到平坦的 因为美国佬真的插手在克里曼牙 美国佬真的 他那些电子偵察那些 真的是帮扎连斯基去砌的 所以这件事呢 这件事表面上好像没什么 第二个表面上好像很friend 就是,喂,我跟你中国搞过这个经济的小组 金融小组 那你就觉得没什么,是不是 嗯 那你每个都觉得,这个世界好像没什么 好像没什么 但是呢,内里的角力呢 是存在很多暗涌的 所以那些钱呢,有很多的钱呢 就真的走去美国的 那走去美国,那美国 他都想那些钱走去美国啦 因为那些息是这样上的嘛,是不是 如果你的钱走去美国的时候 那你不买股票,你都买债券啦 是吧,债券是四年多 四年多都买得过 但是,为什么这个息是不能跌的呢 就是,就算你引多少钱进去都好 就是因为自己的经济不好也好 就是政治问题也好,什么都好 是全世界都在沽着美债的 就是那些,那些拿着你那些美债那些大的国家 啊,日本啊,中国啊 就是,它都还在沽着美债 那所以呢,你的美债呢 你的美债息呢,是很难下去的 是落不到那样的 所以你看到隔下有10点8点 隔下有10点8点就好像很恐怖 你看看那个,那个10年隔下有4.6了 10年,是吧 就是4.6了 现在它去美国开始都4.54了 是吧,4.54了 那它最高,最高是去到4.58了 4.558了,知道吗 就是4.6那头了 10年4.6了 那你不要以为那个息是会下的 是没有,那个息是没得下的 真的是,因为呢 第一,那个局势是不好的 那变成了那些人呢 那些钱,就是美息不下啦 美元都不下啦 那些钱真的走到美国 那你美息不下的意思呢 就是说,好,你那些钱走到美国 可能呢,就帮到你,那些人未必要买10年债的 可能买,可能买一些短一点的 但是呢,那些,我刚才都说那些 那些,持你美债的那些 是一路慢慢一路沽着的 中国好像沽了一千多亿了已经 今年,就是今年啊,好似是 是不是 是呀,那日本啊,其他那些 就算是英国啊 那大哥,我和他朋友呢 大哥,我都没有钱 那每个都在估计 所以呢,我想 我想,不知道谁买啦 可能是primary dealer 买啦 或者,但是那个原稅局 应该不敢买的 如果他买了,买了真是麻烦啦 人家又不会再相信他 就是你又再走完QE 已经买了,就是走日本那路 我认识,我认识不要 就是,我跟大家说,我认识千万不要抵达 大家好,我是王冠一 个个都叫我王sir 现在加入我的patreon 就可以率先知道我独家对市场的分析 patreon会员将会享有专属限定内容 每星期的独家影片和文章 为你分析环球投资市场 还会以宏观角度 对股市、外汇、债券、商品资源等市场 作前瞻性的分析 每月直播 我会和侯天同师傅 轻松唱谈环球经济和玄学的知识 还可以用会员优惠价参加我的webinar 小小的付出 随时为你带来意想不到的回报 立即参加我的patreon 难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